因为疫情在社区据点停止课程活动的情况下 如何落实长朝政策美意 妥善照顾到长者 是许多社区近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有鉴于此竹山镇的严正社区 在疫情期间仍然坚持办理送餐服务 透过志工们的用心烹煮下 每天也准备了近40人份的餐点 中午时段送到长者家中 我们是南投县竹山镇严正社区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一起共餐 然后上课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目前就改为送餐 让每个长者在家里也能够提供的餐 给大家食用 送餐人是将近40人 那因为也是原本那些来共餐的长者 那还有落实的 还有一两位有提供给他们 就是就近的照顾服务来送餐 现在每天的人力就是有三位会帮忙备餐 那两位主厨 其余就是有四位在分了四个动线在送餐 那有时候人力会退换 因为有些因为家里忙没办法来做 就是调配其他志工来帮忙做送餐的部分 为了让长者们能够吃的美味又健康 严障社区在送餐服务的菜单设计上 也都是云两均衡 若是长者在饮池上有特别的需求 社区也是会尽量满足 希望让长者们在疫情期间 还能受到社区的用心照顾 共餐跟送餐都是一样 那就是一样就是四菜一汤 那也是因为为了减碳 然后也在每个礼拜三会固定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是炒饭炒面 可是也是怕说炒饭炒面吃不饱 也还会有一些包子馒头之类的 还有水果 那这个就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固定的菜色这样 那鱼肉也都是要均衡 我们也跟秀船医院的营养师就做配合 然后跟我们的厨妈做一些菜色调配之类这样 让大家长者有可以在营养均衡 那也是有长者对一些菜色 比如说有腌过的腌制过的菜他不喜欢吃 可是我们的厨妈他因为有一位比较特殊 所以他有那些腌制菜不吃的时候 他会另外把它准备一份给他 严正社区成立多年来方方面面都表现亮眼 不只在祖山镇更是南陀县内的模范社区之一 对于发展协会的用心经营 县院参门尔也极为称赞 并感谢社区在疫情期间 对长者的关心更是没有间断 规划了送餐服务 照顾到长者饮食问题 那一直以来我们严正社区呢 他在做这个社区的一些服务 包括他们社区的一些创新 那严正社区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卓越的成绩 那也是带领着许多的社区来一起成长的社区 那可以说我们严正社区 从我们的理事长 以及所有的理监事 以及所有的干部呢 在这个社区的一个活动 每一场的活动呢 大家都相当的用心付出 那所以每一次的我们社区评件 严正社区的评件的分数总是非常的卓越 也是一个模范社区 在此我们特别感谢我们严正社区 虽然是疫情 但是他们的服务还是一样不中断 这个疫情期间呢 那我们严正社区理事长 以及所有的志工 还是一样秉持的相当的服务精神 还是一样来为我们长辈来煮饭 然后送餐到每个长辈的家里 让我们的长辈呢 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中餐 来品尝来享受 那在此呢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严正社区的志工团队 严正社区的送餐服务能够顺利来进行 除了是发展协会的用心规划 更仰赖志工们的辛劳付出 每天一早 志工们除了备菜烹煮外 时间一到更要准时抵达长者家中 虽然相当的忙碌 但志工们也都表示热在其中 能够尽自身能力来服务长者 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是如果八点来 就开始准备今天的菜式 我煮什么我们就先准备好好的 人家是时间还是够的时候 我们就是开始准备下去煮 我们就一人一人的时间煮好好的时候 人家的时候我们就是 我跟拜拜在这里 菜式有全宝宝在这里 我们的时间是用外送 在这里把他抵抵起来 在这里做的也很高兴 还有理事长对大家也很照顾 对大家很好 大家很配合 跟他好像一家人 因为想来这里做到大家都很高兴 看到疫情期间 严重社区能够搬离送餐服务 让地方长者获得无为不至的照顾 鲜云有好也特别感谢严重社区发展协会 另外也特别指出 竹山正常许多社区都相当用心 在这严峻的疫情期间 都看见长者们的需求 规划送餐服务给予协助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在疫情期间 其实社区还是有另外一种的方式 在持续服务我们的地方长辈 还有举例而言 就像我们竹山的严正社区 那也是我们在南投县 非常指标性的社区 那我们看到在管理事长的 用心的一个带领之下 他把地方的长辈 他也由送餐加四十几位的长辈 那其实透过义工 社区干部的送餐 那一样是在疫情期间 把社区对于长辈的照顾 的爱情一样是 借由送餐送到他们家里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样子一个送餐的过程中 那有关单位一样 持续的能够关注我们社区 是不是都能够有 一样的一个运作能量 同时他们的防疫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关心设备 是不是都能够充足 那我们也要再次的 也要肯定我们的行政社区 那让这样子疫情期间的爱 一样是持续不间断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的 一个活动 那也能够让许多的一个长辈 那一样感受到 我们地方上面 许多社区其实在 发展跟关怀长辈的一个用心 那也希望说 借由这样子的送餐的过程中 那一样是协助到这些 其实需要帮忙的一些长辈 在家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包括饮食的一个照料 看到我们延正社区这样子的用心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说 过去在竹山不管在富州 还有包括像竹山社区 甚至竹山社区也会有一些 劳作的课程 那让社区的长辈可以在家里做 那我们今天看到 严正社区 借由送餐也不愿的 给长辈的关怀与温暖 那也希望说 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共体时间 那也可以看到 严正的爱不间断 那我们要特别肯定 社区对于大家 长辈的一个用心 受到疫情影响 社区关怀据点无法营运 除了无法照顾到长者外 也导致志工们不能工作 所以严正社区发展协会 管理市长也希望 透过送餐服务 连带解决这些问题 让两方需求都能够满足 进到社区造福地方的责任 我们从104年 就是5天共餐到现在 因为已经习惯了 然后我们的厨妈 也倒是很认真的 在帮大家备餐 所以我觉得 如果休息的话 又会造成说 人力的 他不能持续来这边工作 然后我们长者 又怕说流失掉 所以我们想说 还是可以送餐的话 我们就是尽量送餐 那让志工来帮忙 做一个送餐 那也让大家就是 避免就是一直到去菜市场 因为我们这边 要去菜市场 算是蛮远的一点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样给他们送餐 让他们自己也可以安心的 在家防疫 那也一方面也是交通安全 因为现在也不能去访市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去送餐 也顺便去看说 顺便简单的问候一下 也知道说了解一下 他身体状况如何 那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跟他的子女做一个联系 这样会对我们一些老人的关怀 会比较更贴近这样 疫情期间 严重社区能够在遵守防疫规范的情况下 还能够为长者提供送餐服务 这样的用心规划 先远餐门儿也希望 能有更多社区一起来执行 让更多长者因此受惠 那尤其是在现在的三级介護 我们也可以说 整个社区统统没有任何的活动 那我们严重社区 在守规范里面 又能够服务到长者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我们也希望说 别的社区如果也能够做到 就是按照我们的法规 也不群聚 不超过五个人 又能够服务我们的长辈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孟儿也在此 特别的感谢我们这些志工 能够为我们长辈准备中餐 也能够让我们长辈 不至于说不方便 必须要到菜市场去群聚 能够借由社区的温馨 也能够饱餐一顿 在此特别的感谢我们严正社区 也希望说我们这些长辈 借由我们严正社区的中餐 也不用到街上去群聚 尽可能的我们能够不出门 就不出门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安全 是我们晚辈最大的期许 而为了落实防疫早日消除疫情 县远也好也请民众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行为 但在家中除了能与家人多交流 增进情感外 还能够来学习许多才艺 所以也请民众一起落实防疫 为消除疫情尽一份心力 那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没有办法出门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持续希望为了 能够早日解封 那也希望说在家里的一些 就是长者或是家人 能够尽量大家共同来去提醒 那尽量避免外出 才能够真正的有效 抑制这个疫情 才能控制这个疫情 那也希望说 大家在家里的这段期间 也可以找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事情 还可以好好的去经营这样子的家庭生活 那其实就像 有些人他们可能在家里 除了一起看电视之外 他们可能也会 去发展一些家里 可以共同做的一些 像是体操啊 或者是在家里面可以 共同来讲 一起去研究的一些 有些人家里长辈 他们就共同来去研究 不管是煮菜 或者是园艺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段期间来讲 大家一样是 注意这个防疫的规定 还不要外出 互相提醒 那尤其在这段期间来讲 可以好好也整洗 跟家里长辈相处的时光 谢谢 另外为了能够有效防堵疫情蔓延 先运尤昊也认为 透过全民接种疫苗 才是实质办法 但在疫苗有限的情况下 考量到这些社区工作人员活动风险 也坚请县府 能够将这些社区工作人员 纳入疫苗优先接种的范围 让他们能够安全的为长者做服务 那其实像之前来讲 在议会其实进行这个总质询 那我们也有提到说 这个许多类的部分来讲 其实应该早点 将社区的这些干部志工 尤其是送财的这些干部 能够纳入 在这个疫苗注射的 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对象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下一个阶段来讲 南投县也需要 将领长能够纳入这个 所谓的可以注射疫苗的 类别的对象 因为像台中市也注射了 彰化县也注射了 南投县的领长 它其实也应该作为这个注射的对象 那其实在南投县 我们也知道许多的社区 其实包括这些干部 一样是在第一线 它在协助大家做这个送餐 或是许多的时候 在第一线协助大家出来 注射疫苗的时候 包括用这个车辆来 协助接送 那如果在疫苗 如果可以充足的情况之下 也希望尽快也能够把 社区的理事长 包括总干事或是一些 实际在有协助这些送餐 跟社区包括在防疫的一些 干部的部分的协助事项的人员 那也能够尽早的纳入 那相信对于我们这样子的 防务来讲 一方面保护这些对象 也等于是保护我们的民众 这个疫情期间 也希望早日能够结束 那问题还是回归到疫苗 那只要疫苗能够重组 大家早日解封 那大家才可以重新回复像 社区一样过去 能够到社区活动中心 一起做这些 课程的一个 一个动作 议长和胜峰肯定 与政策区照顾长者的用心 让他们不会因为疫情 而减少了关怀与协助 也希望面对严峻的疫情难关 透过各界其心来落实防疫之下 让疫情早日消除 使我们恢复以往的生活 明显有留意开专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